針對新莊區潭底溝河道淤積 造成環境髒亂及惡臭問題 嚴重影響到臨近住家的生活品質 新北市議長蔣跟黃十分重視 安排會刊親自道場關切 包括臨近周邊的里長軍道場參加 希望潭底溝長期惡臭現象能夠獲得改善 市府水利局對潭底溝水流改善方案 向蔣跟黃議長及與惠人士進行簡報說明 並且明確地說出了改善的時間表 這條潭底溝流基南新莊一帶地區 尤其附近有工廠排放污水 加上伴隨著淤積的河床 有關河道長期惡臭的問題 里長在向蔣跟黃議長反應後 議長吉利為民爭取 請里長們放心 水利局等單位將投入整治計劃之前 看要求區公所一定要加強泥沙輕易工作 杜絕夏天並沒聞的直升 我們這里長要怎麼做 那時間我才能給大家比較趕緊 因為夏天你要搞 這兩個人要做 大家幫助家長幫我們輸進一下 透過實地的會刊 大家取得共識 潭底溝水流改善方案 預計在民國114年來完成 期盼河道長期發臭的問題 早日遠離社區居民的生活圈 記者黃又賢心中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